大家好 欢迎回到故事有料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独特的婚俗现象 这个故事来自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的某些地区 南方在求婚时需要提供一头公驴作为彩礼 这个习俗不仅独特 而且富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内涵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习俗的具体情况 在埃塞俄比亚 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 驴子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力工具 它们在农田耕作 运输物资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拥有一头健壮的公驴 象征着家庭的经济实力 和南方对未来生活的保障能力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驴子作为彩礼呢 这个习俗的形成 离不开埃塞俄比亚的地理和经济背景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在这些农村地区 经济条件相对落后 塞纳化工具的普及率较低 驴子在农耕和运输中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对于这些社区来说 驴子不仅是生产工具 更是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提供一头公驴作为彩礼 对南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需要他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也需要他展示出对家庭生活的责任心和承诺 这种习俗无形中为婚姻设立了一道门槛 确保南方具备足够的能力来照顾未来的家庭 这个习俗对社会和家庭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 它强化了家庭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 拥有劳动力工具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和生活保障 其次 这种彩礼习俗也起到了筛选的作用 确保南方具备经济独立和生活能力 减轻了女方家庭的担忧 不过 这个习俗也存在一些争议 一方面 彩礼的要求可能会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年轻人构成压力 甚至导致一些人因无法满足要求而延制结婚 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这种传统习俗是否能够继续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也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 爱塞俄比亚的功率彩礼习俗 反映了该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这一习俗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还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种习俗可能面临挑战 但他无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理解爱塞俄比亚传统文化和社会运作的窗口 好了 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